話說連燈看了篇文 篇文是陪新 陪 陪 陪 心 陪 心 陪 心 不要怪我 我的濫音都很差 很多濫音 南桂坊的夜蒲沒落 中陪 心 我納過一次篇文 寫得不錯 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 我相信有些人看過 不過都加點評一下 提起南桂坊 一定會上到一個字 但今時今日是否值得下去蒲呢 我讀書時代的南桂坊是很好玩的 大大小小有很多不同級 入場費只是300-400元 武池很大 不像現時只有豆腐養 當時還有ladylice 女士免費 大家紛紛排隊給錢入場 人龍長度經常要排一個小時一小時 一個多小時 一晚一千元張飛計 入場費 收入已經有三四十萬 當時開一瓶酒 千多元可以開桌 大家也會歡喜一群朋友去人一杯酒 互相認識溝通溝通 我不知道 其實我應該在那個年代 沒錯 南桂坊的節奏常常變 變得更快 比現在的軟件更新 現在的手機更新 可能一個月更新一次 很快 可能十天都更新一次 那個圖案和玩法都不一樣 以前有一陣子 因為是教遊戲 或者是自己下去練遊戲 都會下去的 但是很奇怪的 然後不夠幾天又變了 好像有些東西變了 整個營商模式變得很快 然後場地又變得很快 場地又有些又開 有些又不開 這個鍾培生也說了他的 那個時代 其實他和我應該差不多大 但是問題是 鍾培生有錢去的 即是他有錢可以玩 我那些永遠就是 去一些免費的場去玩 已經是不同級別 不同級別 他就去一些三四百 沒有所謂的 一千元張票也沒有所謂的 亦都說了夜場的生態 你看看 以前收三四百 有些長 慢慢變成免費 你看到他那個營商艱難 一定是有些原因 儘管看下去 很多人都會問 什麼時候最多美女 通常是星期四和六 因為星期四 通常是Lady Light Lady Light 星期六 怎麼都會出去夜店 但星期五 因為男女都要付錢 就沒那麼多 對 他已經說了 這些Lady Light 你會 比較容易賺錢 四和六 大家記住這個時間 事實上是 星期六你都是多人 星期二日就靜一點 還有 那些人要上班 星期六 你想想你夜店 玩過幾夜 星期日你都去保眠 道理就是這樣 而當過了一段時間 就發現原來 開酒會 開酒是會有煙花菜 開始有人為了威 為虛榮感 一張桌子開很多香檳 萬多元一台 Club也發現VIP桌子 比起幾百元 日武池的客人找得更多 紛紛轉去做VIP 大宋煙花 免牌隊之餘 更可 免費帶朋友進場 2010至2012年 是夜場賺錢最多的時候 當時每間Club 開始轉做VIP桌子 大級舞池 甚至完全不在乎入場客 現在是1919年 都在7年前 她的年資比我更高 我不是那段時間 我不可以說是浦 我已經到了12時 我已經離開了 當成見識見識 並非真正的浦 浦是要過夜的 四五點才叫浦 就是這樣 我們作為溝女 有時候 好像聶風 以前有部風雲 風雲 阿聶風 有段氣 要入魔 入魔 浸入血池 我記得好像有場感的氣 當然 這麼老套的東西 沒有人知道 我想 沒有人會記得 《風雲》這部漫畫 天下 我們溝女 也是 有時候要 進去like game 見識一下 這是一個入魔的過程 為什麼要入魔呢 就是 因為你要 若不可以知道 魔導的人是怎樣玩 他們的樣子是怎樣 你連魔導都未見過的話 你下次遇到的話 你都真的不會刷 遇到一些難貴方 蛇佬蛇欺 你是不會的 然後你發覺 原來那個場地 一大堆都是這樣的樣子 你就認住那些樣子 自己小心 like game 本來是 以我的角度 就是這樣用的 當然 有些人是拿來搵女 這些 各有目的 但是 對於我們來說 溝女就算了 就是 跳舞 OK 是的 他也說了一個問題 舞池越切越小 那時候真的 我去那段時間 就真的了 譬如 Graffitti 那時候 現在不肯定了 我都很久沒去 接下來 你知道我到處拍攝 可能 可能 遲些經開 拍幾個照片給大家看一下 那 我 最 上去那次 應該好像是去年了 已經是 好像 那個舞池都很 好像 好像沒有了 好像 他正常是 有幾張桌子放在那裡 就是 開派對 就是 放在那裡 做 就是 給客人喝酒 就 連那個舞池 那個位都不開 這樣 不過現在 現在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他經常會變 因為他那些變動很快 當然 Graffitti 這些是小場 是不是 做Level Play 那些 我對上去那次 Level 就是怎樣 整個場 整個場 擺了椅子 就是 不預計你們會跳舞 就是這樣 大裝修 擺了椅子 不讓你們跳舞 無論是舞池 正正 吻合了 鍾培生所說的話 現在呢 就是 解釋了為什麼 他只是擺椅子 沒有了舞池 就是 原來 一張桌子 一萬多元 是不是 就是 食大客好過食 那些 好似我們那些 無業遊民 進到去 吻 在那裡跳舞 就是這樣 和美女跳舞 你就爽了 我賺食的 一萬元一張桌子 不讓你 你 斬了舞池 這樣 沒辦法 我們只能夠過築 好 倒進去 嗯 嗯 嗯 但只要你想想 客人 洗錢 都是因為虛榮感 當去到 2019年 仍然做同一件事 開酒 放煙花 轉音樂 特別燈光效果等 但大家已經 看慣了 就連素地 也師兄見慣了 再無生意 慢慢 就不會再花錢 很多人再難歸方 花用一樣的錢 甚至更多的錢 但回報就越來越少 這個真實 就是 你下去 混淆而已 一混淆 二 曬命 拿著 盧斯萊斯 那些 跑車 名跑 法拉里 拍起門 很曬命 好啦 那你曬得多了門 好啦 那你曬 對了 重點就是 你都要引那些人 進來 就是要引那些行人 進來 譬如我們一些不給錢 有個作用就是 幫他在這裡 嘩 嘩 開香檳 嘩 起碼我影保 進去都嘩 一聲 大香里 好像波蜀出醒 嘩 嘩 嘩 這樣 這樣 會有錢仔 就覺得我厲害了 我厲害了 真的 就是這樣 是這樣的作用 我們這些 不給錢 或者是給得少的人 仍然有他的作用 但現在他切走 簡直是 不能要我們這些 閒人 在這裏 只是服侍高級客人 那些客人 沒有下把位 只有上把位 沒有下把位 在這裏 你想想 不如自己的家 開支空斌 更好 更便宜 女兒 只有那幾件 對 下一段 就講女兒 你知道 肯定有些窮兮 進去 我的窮人 當然會進去 也有窮兮 進去 但也講給大家聽 現場 就是 窮兮 一定比窮兮 比例是很多 很多男人都想去 南郭峰溝女 跳舞也好 是吧 按一下也好 你想想 那數量是很多 那時候 已經是 五個男生 圍著一個女生 然後 那些女生 跳跳 按一下 被人好像抽水 都自己走 都不敢再跳 夜場生態就是這樣 十分之 好笑 然後 你浪費了一晚時間 都不知道 做什麼 就是這樣 看看 下一段 應該會不會有 講女兒 重點就是 沒有了下把位 對不對 下把位 仍然有她的用處 幫你嘩然 就是幫你 叫囂 沒有人幫你叫囂 如何顯得你是高高在上 所以 鍾培生 這段 文章寫得好 OK 好了 喂 當日人都不用 付錢入場 除了 Club 失去了門票收入 VIP 亦失去了 優越感 那幫VIP之所以 肯用這麼多錢 肯用這麼多錢 很多人買過存在感 但已經沒有了普通人入場 那我還用來做什麼呢 而普通人花500元入場 請一個Round Shot 再花500元 但我排隊時又要被人聖落 我就會想 喂 用了幾百元 但根本就得不到應有的服務 入到去 那些酒又是便宜酒 又認不到新朋友 變了VIP桌 今時今時 今時 夜場入門 入場 門檻高 每次要開肯多支香檳 基本上已經不會再有新客 再加上 現時 酒貴過 以前很多 即是說 現在的夜場 兩邊不討好 你VIP 是呀 你沒有下飽 每個人都爭做大佬 對不對 好了 你想著 一個普通人 普通人 不會浪費5塊進去 5塊我都溝不到一條女兒 還未計走錢 是吧 就是這個問題 那時候 今天他令我醒氣 那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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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也是 兩三個的 經常都有一些 年輕人 說 我有便宜的票 賺佣 其實是 你 你光顧我買一張 漏你上去 經常都有 二百幾三百元 經常都有這些 未至於五百 三草 可能真的有這個價錢 那 事隱彈 都不會去的 這樣說 那當然 這麼高消費的人 現在 南桂坊 就變成一個中產 或者我想 真是上流社會 一個地方 可能他想 洗走窮人 五百一千元 你覺得誰去得到 是吧 起碼 真的 真的 找到賭錢的人 就是這樣 我自己這樣看 覺得閒錢 就進去 花一兩千元 每個星期 花一兩千元 四個星期 都八千至一萬 是吧 誰這麼 這麼 有錢 而這麼浪費 一萬元 你可以去個短途旅 是吧 好過 還可以跟老懶 跟老懶 妹 老懶 就是那些 欺佳 嘻女 噴一吻 又要請她喝酒 這樣 又是浪費 然後女生又要高賣 這樣 整個環境氣氛 其實都不好 那當然 如果他 場面費 作為 玩過一下 Light Game 其實Light Game 我都不太熟 值得入場的 免費可以的 進去見識一下 但要錢我自己也不值得 不過最傻的事 夜場經常找來一班 一班習慣習慣的女人扮客 你試想想 去抱開的男人 男人很多時候 都不會理你是一個什麼女孩 但一個有少少修養的女孩 見到這一班扮客的女孩 或者會令自己看下去成為同一類 他們都不會再去 而且久而久之 男生知道這一班是做妹的女孩 我還去來玩來做什麼 變成現在蘭桂芳成為一個走下坡的 business 就是這個問題 亦都說了 喂 對了 你有一班做妹的女孩 那班女孩 我見過 那時候 在蘭桂芳 在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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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在店裡 在街外 街外 其實你也可以繼續在街上 因為蘭桂芳進去的範圍 就是在街上 真的找到一個人 原來是做妹的 他說 不知道 那間Club請他做妹 那什麼情況呢 就是 你不用理黑客 你只是花瓶 你站在那裡有錢收 你或者可以回應一下他 或者不回應都可以 就是那種人 別人認到 你去慣那些男生 會知道 你做妹那個人 我還追來做什麼 對了 追來做什麼 正常的女孩 會發覺 會標籤了 那些男孩 會覺得 你們都是那些妹 那些女孩 也會覺得 沒有人 也沒有兒子 其實不是沒有兒子 而是 那些妹 弄到市場 釣高了來賣 又不受 又站在那裡 做什麼 那 那 先把一班熟練的客人 就是一班摸掌摸叔 南桂坊 那些人 當然是覺得整件事 按鈎 不會再去 是不是 好了 新手 進去也是 糟糕 每個人都釣高來賣 正常女孩 正如他所說 正常女孩 打算 一兩晚 沒什麼所謂 都走 都覺得 整個場 都很黑暗 並非 那麼友善 好 一個高消費的客人 無論你再花五萬十萬 二十萬 你都得不到你想要的東西 虛榮 優越感 存在感 開了張桌 花再多的錢 亦不再有差別 而 至少 洗一千幾百的人 去到又會被人懶惰 高低消費 男男女女都不享受 我也不知道有什麼好玩 這就是 蘭桂坊現在的真實 好了 那 其實這篇 其實是講大場 那 你說 是不是蘭桂坊 完全沒有一個 位置可以讓你玩 又不是的 還有些清傳 可以介紹給 一兩間 以我所見 我講過 我以前都會去聽歌 以前 現在沒有辦法 自衣熟成 就不會這樣去 去玩 有間叫 希望不要讀錯 名字 Yensomia Yensomia 就是在Challabar旁邊 有一間 Yensomia 那些是可以的 你進去 例如一班朋友 可能有幾個朋友 男女都可以的 你可以介紹 進去聽聽歌 那些歌 定期會請 菲律賓樂隊 每晚都有 9點至1點 喪暢 你可以點一杯 不便宜 現在肯定是100元 我前幾個月都有去 阿里浪 喝酒 阿里浪已經去到100元一杯 紅酒 當然你可以聽歌聽整晚 阿里浪很大 阿里浪在哪裏 阿里浪在哪裏 在樂士佛台 但當然 據說 是同一間公司 Yensomia 在蘭桂坊 這個 可以去的 Yensomia 還有一間 Walk Cafe Walk Cafe Walk Cafe 那些歌 Hard Walk Cafe 在Challabar 走上少少 那間 又是菲律賓樂隊 但舞台比較大 但那些歌曲 未必適合聽 是一些比較 Walk Hard Walk 但有水準 Yensomia 那些比較 抒情 文謠 什麼差 雜感 又不限制Walk 但如果你說 個人適合聽 或者 不是 Hardcore 對音樂 Hard Walk 喜歡Walk 那些 其實 Yensomia 比較適合聽 那些歌 我自己這樣看 一向都很悲哀 所以你說 是否 完全沒得玩 清酒吧 還可以玩 你去清酒吧 喝東西 和朋友喝東西 OK 但是 你不想 會很容易 混合到女人 因為 你進去 你坐定定 你最多 聊隔壁 隔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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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女的 男人 基本上 你便混合不到 或者 另一個方法 在街上玩 在街上直接搭散 我覺得 到今時今日 楊貴方仍然還可以玩 這個方法 在街上直接搭散 直接抄牌 但當然 網友都摸通 那個問題 你抄的牌 是沒什麼用的 基本上 因為 你抄得 每個男生都這樣抄 整班PUA 都在 上抄 對 你說得對 是沒什麼用的 所以 你省下幾個 玩Speed Dating 基本上還不實在 好 那 看看 日本留言 先說 大家可能不知道 鍾培申 就是這個 富二代 如果你 上youtube 你打鍾培申 你可以看一下 他的房子有多大 他的房子大得 有一個擂台 放在花園那裡 算是一個獨棱 他很喜歡 收藏 那些 打機 那些 遊戲卡 那些 那些 我們儘管 看一下 頁門留言 有巴珍好 對 有錢 不知道有幾個 法拉里 自己都是 這些 真是 有錢仔 這個 就說 有錢仔 收賣在私人會所玩 連登仔 吊零零後 上深圳引起茶 一邊又說 深圳街夜蒲 吃狗肉好 好 所以 轉行包 美女 我覺得 沒落 你多了 很多 又窮 又 又性格 不少 二十個 社會 垃圾 才 搞得 不好玩 以前的人高質 很多 就算吃不到 都聊聊天 都開心 現在那些 聊都不想聊 都不記得多久 沒落過去玩 最近那次都差不多一年 可以 爬 去開桌 玩 他形容說 那些女人很稀 男女也是 沒有整個文化 惡性循環 現在解決不了 就是這樣 這裏就分享 夜場的生活 網友問我 Light Game 怎麼玩 應該怎麼做 真的 首先 大前提 就是 鍾培生 講得有道理 已經是不值得玩 比如 你同樣的時間 你放下去 你當然是希望 有些回復 你扔下去 是沒有回復 等於你去墨記 跟一群男人坐在這裏 是不會有回復的 你不要以為 跟一群男人在這裏 說溝女經 很有得著 還給人家幾匹 很有得著 這些是昂負的 就等於 蘭桂坊開桌 溝女 真是樣道 所以不要昂負 所以 Light Game 在香港來說 你可以廢除這個遊戲 也可以 但是這樣說 如果你說 影寶 我有些執著 我真的一輩子沒玩過 那我介紹你兩間清巴 你儘管去試一試 阿里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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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斯文巴 甚至 我對上去那次 看到人都很斯文 OK的 你斯文 因為你可以 總之 你要膽粗 你又要面皮口 你 例如 你喝杯酒 啤酒 什麼都好 聽歌 聽歌 他大概是 嬰兒 他大概是 1個小時後 大概是半個小時的休息時間 拍照 他大概是半個小時的休息時間 但音樂這個收細了 以及 樂隊就會停下來 才不會唱歌 那麼大家的音樂收細了 人們開始跟朋友們開始吹水 趁那段時間 半個小時 你就是開始 嘗嘗聊聊的 甚至聊天、抄牌 以我观察,这个就比较好些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 譬如你的歌曲在哒哒哒哒 人们就会很集中想听歌 你这个时候踏散 其实都可以 我任何时间都可以踏散 但如果你说舒适程度 因为你自己都要走回自己 入场你都想听歌 不妨先正心听歌 唱完歌 你就慢慢踏散 我对上那次很搞笑 我坐在吧台那里 要早一点去 吧台那里有些位置 大概九点钟 你唱歌那时候 好像是九点半 九点去 放杯酒 点酒 慢慢喝 喝到九点半 那些女人 男男女女 就陆续进来 陆续进来 有时 那些人会坐在你旁边 画男画女 有次 就是 今晚两个女孩坐在我旁边 但我又很喜欢音乐 当然是先听歌 不理你那两个女孩 原理很简单 如果我立即踏散 如果那些女孩 那我听过情歌 我就没有摸 那我当然理了自己的感受 当然是先听完情歌 先 临走 休息时间 因为我通常听一节 一节大概一个小时 你想想一杯酒 加一节歌 一个小时的Live Brand 我觉得值得 100元 但当然 现在的状况 我就不会去的 好了 听完歌 旁边两条女孩 就过去搭散 搭散 开场很简单 咦 你们第一次来 哦 通常说不是 或者是 哦 我就来过很多次 我都挺喜欢音乐 所以今天来听歌 我偶尔会来的 哦 你们第一次 哦 这个地方不错的 这样 就开始开头 然后就简单 可能 尽量谈 谈到就谈 谈不到就算数 然后就立刻问名 啊 你叫什么名字 他通常会说 如果 你头那两句都答散 的话 就会说 如果头两句 那你走 反正你听完歌 喝完酒 就是这样 如果他说名字 然后你说 每个朋友就带电话 就是这样 如此类推 故事就是这样 但是问题 你又不抄得多 因为你 因为整个场子 又小 难道你 你抄了所有人 是不是 你都要选一两个 反而 如果你第一个失败了 不要紧 接着你找另一个Z 试 试到抄到为止 那就留心 你抄完之后 你就限制了 要不走 要不跟Z 可能聊一会儿 就是这样 因为理论上 你抄完一个牌 就不能让Z 看到你抄第二个牌 不然就会 封锁你的数字 虽然 那个数字 虽然是很 但你要遵守 规则 尽量 不要在他面前 抄第二条女的牌 就是这样 大概 那个游戏玩法 是这样 好吧 夜场就是这样 先说到这里 如果你的爱情有很多问题 阻力 可以E-mail给我 送Date Game Like Game也可以 谢谢收听